男人只不过是吃了口外卖 竟然直接抽搐倒地 奇怪的是周围的人也不约而懂地晕倒 人们以为这是丧失病毒爆发的征兆 可联邦探员贝尔却给出不同的意见 经过调查 这些晕倒的人都曾吃过一家熟食店卖的食物 而现场的法医也从食物中检测出核臀毒素的成分 一切的线索都指向熟食店 贝尔和齐三光速赶了过去 老板声称下毒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30多年的老店也不是白白经营的 主打的就是干净又卫生 随后他们来到监控面前 伴随着一点点的回放 贝尔注意到一个金发小女孩的行为有些奇怪 在菜团前逛了一圈却没拿餐盒 经过技术放大画面后 看得出来女孩在菜上面 攀了河豚毒素 这种东西只需要一毫克就能致命 不过每个人的反应时间不同 接下来或许会有更多的人遇害 新来的上司丹娜敏锐地发现 女孩换过的衣服上 有红色无政府主义重金属乐队的标志 这个发现引起了齐丹的注意 这个乐队里面的人相当激进 而且青少年居多 他们抨击资本主义 这次的受害者大多数也都是金融业人士 足以证明这个评价的真实性 丹娜对二人寄予厚望 紧接着西山医院新接受了一名河豚毒素中毒的患者 是个16岁的小女孩 外貌形状如投毒的女孩极其相似 贝尔和齐丹接到通知立马赶了过去 女孩的妈妈把事情经过 通通告诉了二人 他们家都没在那家舒适店附近 孩子跟河豚毒素扯上关系 真是叫人心伤 经过了解 女孩似乎跟那个中金属乐队 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 而且她性格相当敏感 一冲动一暴怒 看起来女孩的嫌疑很大 贝尔和齐丹拿着她的电脑回到了办公室 此时同事说有了新的发现 在小巷子里发现了个喷雾剂 上面的指纹被完好无损的取了下来 只要拿到西山医院那个女孩的指纹 就可以进行比对 不过在提取指纹时 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连续按压五下瓶盖 里面就会出现一根毒针 将毒素注射到血管里 看样子 有人算计了卡洛林 让她去沙拉殿下毒 又想将她灭口 掩盖事实 当二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丹拿时 卡洛林已经去世 与此同时 黑妹在卡洛林的电脑里 发现了一个隐藏浏规览器 西丹看了一眼 就明白这幕后真凶是谁 网站隶属于伊斯兰国家 这是一场实打实的恐怖袭击 原来卡洛林的爸爸 是个车臣穆斯林 在他消失之前 渐渐的影响了卡洛林的信仰 妈妈由于沉浸在 失去丈夫的悲痛中 于是当她对信仰感兴趣时 便让卡洛林自己去搜 一个被同学排挤的女孩 加上父亲的影响 以及网络的加持 卡洛林就这样 加入了暗黑圣战网 成为了一名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 而这一次的食物中毒案件 很明显就是伊斯兰教的袭击行动 食品是非常基础的民生物品 对这个东西下手 会引起人们的恐慌 丹娜感慨 现在城里有一万多家熟食店 正在等着我们去检查 这次的工作难度相当指大 目前的侵入口 还得是卡洛林的电脑 齐丹在卡洛林的 社交媒体的评论区 发现了线索 有人向他发送了 表示友好的伊斯兰教暗语 这个用户很快就被他们锁定 贝尔和齐丹来到塔拉的家里 当得知事情的严重性后 塔拉终于开了口 卡洛林告诉他 那是个很酷的社区 里面的人都非常的善良友好 而且大家都是有着相同遭遇的人 他们都被一个叫青鸟的人给迷惑了 只要帮助他完成任务 他们就会被带去伊斯兰国 成为那里的新娘 从此摆脱被霸凌 或者不被认可的现状 紧接着 塔拉交代了青鸟的照片 贝尔拿着塔拉的账号和密码 让黑妹进入安黑网联系青鸟 丹娜此时送来一条重要情报 一个名为伯拉姆的化学专家 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黑妹一上线就得到了青鸟的回复 青鸟约他中午到灯塔公园见面 然后发过来一张塔拉的照片 并表示会主动找到他 贝尔瞬间明白 塔拉撒谎了 这有可能搞鬼全部计划 而塔拉现在就必须暴露在青鸟的视线里 虽然这局面是他不想看到的 但是为了抓住青鸟 他们在灯塔公园 安排了大量的便衣和狙击手 来保证女孩的安全 在出发前 贝尔拿出藏有麦克风的耳钉 并安慰处于恐惧 害怕中的塔拉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塔拉在河边交集的 等待着青鸟的出现 贝尔穿着背心 躲在树后面 监视着一切 此时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 朝塔拉走了过去 众人以为这就是青鸟 结果当听到他们的谈话时 心里难免还是有点小失望 女人说自己是青鸟的使者 很高兴看到塔拉 愿意献出一份力量 监控室里的父亲怒吼道 要抓住他 齐丹立刻按下他那躁动的心 没有逮捕令 他们就不能擅自行动 告诉贝尔多等一会儿 看看塔拉能不能套出来 点有用的信息 丹娜欢迎刚落 女人就说出了重点 青鸟在哈莱姆区的 室内停车场里的垃圾箱旁边 放了一个背包 得知此行报后 丹娜立刻派人前去搜查 而河边的便衣也顺时冲了上去 他们将塔拉摘到安全地带后 纷纷举起手中的枪 勒令女人投降 成功逮捕她之后 众人心里的石头也算是落地了 这女人名叫妮塔 还是个再度硕士 不过她从小父母双亡甚是凄惨 贝尔推测 妮塔就是青鸟 在暗黑网站上 招募年轻女孩从事非法活动 不过在妮塔被逮捕后 青鸟仍旧在网上互动频繁 而且妮塔也不愿意配合调查 很明显就是已经被洗脑了 不过贝尔可不是咸鱼 审讯那是真有东西 她拿出青鸟和其他女孩的聊天记录 妮塔曾经听过的告白 在别的女孩那里又重现了 搞了半天 这个青鸟是个渣男 凭借在互联网上的优势 一对多的给女孩们进行洗脑 从而达成自己的恐怖袭击 而妮塔知道青鸟是这个德行之后 想要举报接发她 奈何二人的聊天记录里 任何个人信息都没有 这可愁坏了贝尔 与此同时 阿黑圣战网被同步关闭 青鸟只留下了一段视频 里面的人都是极端的伊斯兰教成员 他们疯狂的叫嚣着 声称联邦调查局 已经不能阻止正在开始的事情 画面则是熟食店被下毒的场景 而且所有人都会死于孩子之手 齐丹看完视频 抿了抿嘴 贝尔则是一脸的严肃 青鸟 这是彻底的向联邦调查局宣战了 网站登不上去 看不到其他新人的照片 贝尔和齐丹觉得 妮塔肯定还知道些什么 不然也不会成为指定的招募员 好在妮塔足够配合 告诉了他们与其他女孩街头的地点和时间 以及女孩们的外貌特征 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叫哈吉玛的女孩 联邦调查局查到了她的行踪 画面显示她正在前往一个农贸市场 贝尔和齐丹火速赶往现场 可惜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 已经有人中毒了 救援队也很快抵达现场 安排好伤者后 二人开始在农贸市场四周 寻找哈吉玛的踪影 由于得到了她的照片 所以便便起来还是挺轻松的 贝尔注意到前方十二点方向 有一个行为可疑的背包女孩 当她叫出哈吉玛的名字时 女孩猛然的一回头 暴露了自己 二人迅速掏出自己的配枪 勒令女孩站在原地不要动 他们慢慢地向其靠近 女孩将身上的背包缓缓放下 跪在地上 双手高高举起 齐丹上去仔细地检查了她的双手 并没有发现任何出血的痕迹 贝尔从她的书包里发现了毒药 除此之外 还有衣服 化妆品等东西 看样子是要出去旅行 贝尔瞬间意识到 她是要去见伯拉姆 因此她用的喷雾器才没有被改造 这是唯一的一个幸运 而伯拉姆没有欺骗她 齐丹上去问她要去哪里见这个人 女孩缓缓回头 吐出了几个字 在天堂上 轻鸟的腹中 而贝尔则在书包中 发现了轮渡的船票 于是赶紧让老家的人 发通告停止发船 二人穿上房带衣 紧接着就到了码头 这里便滞留了大量的游客 警员们还在奋力地寻找伯拉姆的身影 贝尔跟齐丹兵分两路 本来就跟伯拉姆有恩怨的齐丹 寻找起来更是异常的认真 很快 他就发现了一个背包男 行为可疑 刚向前走了几步 这个男人就把背包扔掉 掏出自己手中的直虎 挟持了一名人质 伯拉姆脸上有一块巨大的伤疤 齐丹猜测 就是在之前的那次行动中造成的 而且他还非常的嘴硬 声称在成圣的路上 总会犯错 齐丹不停地用语言攻击他的心理 趁着这小子走神的功夫 齐丹一枪命中他的脑门 复仇成功 并没有让齐丹感到欣慰 贝尔倒是安慰他 强法不错 职业生涯中能有这样的同事 也算是齐丹的幸运 下一次他们又会携手 侦破什么案件呢 敬请期待吧